夏天大家都愛生水 但是安全關聯不是人人都有 所以種化關水上求生學會的基本求生完訓練班 好民眾可以學到見各個生水關聯家族救聯絡 去應很多民眾報名參加 夏天由英國裡面常常都是人 畢竟這個規矩大家都愛生水 但是很多民眾為了欠錢 照到賣會開放水由來生水 常常一步生理就發生異果 為了讓民眾可以建立健康的生水關聯 並且有足球的力量 就化關水上求生學會的辦理求生完訓練班 速度要趕出來比較好拖 開始速度要出來還要比較好拖 可以透過一些心中 我們相處平均統計 過去五年 平均每一年 就有902個人逆水 其中就是有341個人獲救 還有536個人死亡 失蹤有25個 那個 即使你那個沒有 有獲救 那個是有人救他 如果沒有人去救他的話 你的死亡率會越高 幾乎超過9成 所以我們 教導救生人的目的 是希望把這個救生這一塊 推廣開來 開支善業 讓大家都能了解 能知道如何去自救 如何去救生 那麼我們訓練救生員 就是要減少 我們台灣這邊的逆水率 盡量能減少這個逆水率 因為每年的死亡 造成很多家庭的悲劇 我們很多家庭都因為有人死亡 整個家庭有的就失去中間的蜘蛛 那麼我們訓練救生員 目的就是說 他個人能夠自救 他那個人能夠自救 進而他看到逆水的人 他可以去救人 我們教導的政學知識 團體救人 剩餘你個人下去救人 你用器材救人 剩餘你徒手去救人 游英迪藥才表示 十多年之前 建護威力提升救生員的組織 將建角科企 該做是體育宿辦理 這原本是好事 但是體育宿的科企和現實突出 而且困難 由英迪還在拍車 建設的救生員 現在在講我們又是夏天 請不到救生員 讓他們很困難 我們十多年前 救生員的測驗模式 十多年前的時候 轉變變成說 你在救生協會 如果受訓 考到救生員的執照以後 再經過我們體育署的一個測驗 然後才可以來做一個職業的動作 由於體育署的救生員執照 他的一個測驗非常嚴格 好像最近一梯式的測驗 就是二十幾個人去考 然後才通過五個 他的合格率 算是非常的低 因為可能是 我們覺得是政府 在食物面跟學者這一派 沒有辦法去取得一個平衡 很多測驗的項目 雖然說有慢慢的去做一個改進 三年四年後 還要再做一個復訓的動作 如果說沒有辦法通過的話 也是會被刷掉 沒有辦法繼續在這個游泳池 來做職業的一個動作 所以希望如果說 相關單位 或是我們政府的相關單位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幫我們爭取更大的空間 然後讓更多有興趣的這個青年 可以投入我們這個游泳池 這個場域裡面來工作 水上救生對你看起來就是 對水面上去救人 不是水中也就是水的腳 用埔內的東西給吃水的人 更是水上救生的第一顆牛 因此民眾一定要記住 就算是一定要留水救人 也一定要帶到埔內的東西 才更加快給救的人 那如果沒有做生有危險的可能性 中的提升 新中華新聞裡面 鳳科美 蔡鳳博德